哎呀我去 双毒药塔三个多头地狱塔的15本满防大悔阵 这怎么匹配了这么强的对手 传奇杯地杯不应该给我匹配点和我一样的萌新吗 这可怎么打 还好今天带的是闪阵泰坦出来玩 不然就更没信心了 既然不知道怎么打 那就先用天勇打着 玩泰坦遇到悔阵 那肯定是盾两侧大部队往中间冲 但是我有一种冲不进去的感觉 还好是两个毒药塔 如果有一个狂暴塔 我估计就更难打了 那先下地震再下闪电 带走黑油塔和一个地狱塔 这样就是配合勇王 起到一个上路断边的作用 不然黑油塔太凶几下就把我们打没了 工程机器这次选择用训练营 因为右边这次建筑有点多 感觉有皮卡和法师的帮助 效果能更好一些 勇王这边应该可以打掉加农泡和剑塔 炸弹人提前把墙开好 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了 剩下的全凭天意了 玩王训练营安排 女王拉勇王过来 哎呀这个连弩太烦了 我就这么一瓶冰冻还给你了 差点把我无敌给打出来 这攻击距离也太远了吧 就是现在大部队冲起来 又是三兵人手家 我真是烦死这个组合了 要拖我好几秒的时间 直接弹跳进中心 好的现在我就剩两瓶法术了 再给一瓶狂暴 还剩一瓶法术了 尽量省一省啊 起码要坚持到爆本的时候再用狂暴 这火力也太猛了吧 金身安排 这一波金身起码能保证太坦爆本了 这毒药塔的毒药也来了 我都心疼我家这些兵 这么猛的火力就像割韭菜一样 现在能不能三星还真不一定啊 心里有点虚 润土先从下边受外围防御了 好的成功爆本了 只要能把中间的投石炮和连弩打掉 那剩下的交给蛮王和润土就可以了 天使要没了 这个不用纠结 里边这么多防御和陷阱 天使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能坚持爆本已经很不错了 女王还有技能 现在就要看女王了 这就是全场最亮的妞 一个大招打掉连堵和投石炮 干得漂亮 怎么现在就剩下四个英雄了 只剩一个太坦了 这游戏突然变成了四王打全部 还剩三个王了 我去 这里怎么这么多电塔 还剩两个王了 这蛮王也要量了 就剩润土自己了 好的 我宣布润土才是本场最亮的妞 这游戏太难了吧 即使满级战斗力 遇上满级防御 仍然非常难打 这场打的真的是太悲惨了 好在我们拿下了三星 这真是顶级的悔阵啊 吓坏我了 兄弟们 别忘了关注秀书 每天更新各种战斗实况